三 二 一 行啟動 真心國怪 超越進入 Empire and Beyond 2022日杭州亞運開幕倒數破敗 帥氣的地板動作 整齊的排舞 P6國手大秀舞技超人現場7分 杭州亞運即將在9月23日開幕 高雄國訓中心舉辦宣誓活動 柔道男神楊勇偉 女子拳擊好手黃曉雯 陳念琴 以及首次成為亞運項目的霹靂舞 國手劉承德 在破敗倒數的最後階段 努力衝刺爭取佳績 透過亞運或是2024奧運 真的會讓越來越多人知道 我們P5到底在幹嘛 在那邊不許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不許東西的資源 然後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更沒有後悔其用 上一屆亞運其實也過滿久 然後在這過程中 也經歷過了奧運的這個階段 那其實自己在心態上跟想法上都有牽手 賺出在你眼前的每一個訓練跟挑戰 還有比賽 我其實自己能夠在亞運 能夠有好的感謝 跟大家希望是可以複製 就是試比賽前有一定訓練的成果 我覺得在COVID表亞運前 就是因為針對不同的選手 去做模擬隊練 亞運是第一次參賽 所以其實是抱持著一個 很期待的心情 因為有過兩次奧運的洗禮之後 今天準備亞運的心態 會是更謹慎 瞄準目標 祝不得會祝不及 包裝亞運 打出100天 選手 我們準備好了 中華隊從1954年參加亞運以來 目前已經累積99面金牌 杭州亞運將誕生歷史性的 第100面金牌 國訓中心安排選手拍攝 一系列帥氣宣傳照 選手們更是大喊準備好了 希望大家一起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成為他們最堅強的後盾 參加杭州亞運的中華隊選手超過500人 將會是參賽人數最多的一次亞運代表團 後勤補給團隊將會盡最大努力 給選手最好的照顧 避免選手周車勞頓 才能在比賽呈現最佳成績 所有的選手教練都能夠做商務艙 豪金艙最好的一個位置 幫選手提供最好的服務 在這次這個杭州亞運能夠爭取到 創造歷屆最好的成績 上一屆亞家打亞運 中華代表隊拿下17金 19贏31桶成績 這次中華隊要再接再厲 迎接挑戰 拿下更多金牌